今天欢迎收看8月6号的新北新闻网 我是陈慧玲 今天在瑞芳区喉童举行了 瑞三选煤厂修复及再利用工程动土典礼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到场参加 预计民国111年会完工 要展现建筑原有的面貌 重现喉童矿业的历史风华 在武士团及震撼的太古表演开场下 二三选煤厂修复动工典礼开始 市长及各局长 市长及在地里长与老矿工们一同上香祈福 并插入金产仪式为动土揭开序幕 期望让瑞三选煤厂重新回到繁荣面貌 我们新北市一直在我们水风 山坚 边坚 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的矿业大奔扬 我们总要把矿业的文化保留下来 带动当年的历史的悔记的记忆 也带动我们的观光产业 更让我们的文化的整个资产能够保留下来 瑞三选煤厂曾是全台最先进的选煤厂房 除了有高达三层楼的建筑构造 还有台湾第一部货用升降梯 在2005年时登陆新北市历史建筑 但经过风吹雨淋破损坍塌严重 在当地老矿工及地方单位争取下 好不容易才有今天的修复工程 我想这个选煤厂在早期 那经过我们很多老矿工一直保存 好不容易保存到现在 那工部门一直没有驿注资源下来 那议员在几次的议会总执行也都有提到 那也非常感谢 终于我们今天有一个动土典礼 那希望未来市府能够将整个地方的景点 做一个串联 那将我们这个雪煤厂 恢复它往日的一个风华 喉童在地的矿业文化 常因游客前来欣赏猫咪儿有所忽略 希望这样的历史记忆能透过建筑的修复 重现在地矿业的精彩风貌 记者夏浩文 瑞芳采访报导